在綠藝的庭園裡邊喝咖啡邊享受午後的悠閒時光 一旁小朋友開心的跑跑跳跳 趁著周邊美景四座台中市近來很夯的景觀橋 包括清新橋 情人橋 還有藍天白雲橋等等 這裡不只是拍照的熱門景點 也是全家出遊的好去處 來到台中的後花園呢 一定要欣賞這台中最美麗的四座景觀橋 而有美景的地方當然就有美食 嘿嘿 今天吃什麼呢 跟著怡婷走就知道啦 來到台中的後花園大坑 就得慢慢享受輕鬆愜意的氛圍 吃頓優雅的法國料理最適合不過 這張是櫻桃鴦兄祖婆的酒醬汁 主要就是說我們使用宜蘭的櫻桃鴦 因為它櫻桃鴦好像是原產地是在英國 那因為它這個鴨的品種本身就是說 它的肉質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它的油花也比較少 所以吃起來對人體的負擔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櫻桃鴦兄左撥的酒醬汁 鴦兄軟嫩不柴口 搭配鋪在底下綿密的洋芋泥 完美結合天衣無縫 料理食材幾乎都是取自台灣本島 而周邊的配菜則是吃在地食當季 每一種食術幾乎都是來自台中南投等 鄰近城市新鮮指送 那因為高級食材它可能牽涉到一些保育類的問題 那像鴨或是鴨鴨肝之類的 那其實那些東西我認為啦 就是說可能吃下去 雖然它吃在入口是美味 但是它不一定對我們身體來講是一個好的 所以我們才想用說 那我們用台灣在地一些食材 然後跟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裝飾跟巧思 那一樣可以把它發射掉的精 發射掉的精髓整個呈現出來 在地食材加上藍帶的手藝 真的很好吃耶 不過人家說女人有兩個胃 除了吃主餐之外怎麼夠呢 當然還要有甜點囉 不只裝飾漂亮 口味更是迷人 餐廳經理從法國藍帶學院 帶回一身好廚藝 每天早上新鮮現做的法式甜點 滿足每個女生對於甜食的憧憬和幻想 其實我們甜點的部分都是師傅 他們當天早上手工現做的甜點 那甜點的話就是一樣 台灣在地的水果 那除了一些果泥 果泥部分可能就是使用國外的進口的一些新鮮果泥 那一樣就是說糖部部分我們都有做一些調整 吃完晚餐別急著走到戶外 坐下來欣賞夜間美景 太陽下山後的四座景觀橋亮起燈來各有風情 隨著徐徐晚風回味一整天的美好 也讓台中市昭雪夜晚帶給大家滿滿的好心情 記者靈魯君為庭台中總道